买药上美团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 美团买药24小时都能看病买药 接下来正式开启我们第七案的考核 那现在实习期过半 大家基本上也已经互相搭档考核过 所以这一次的分组简单粗暴 已经摆在各位的面前 就是男女分组对抗 两组的队长的人选也非常有意思 都是之前没有担任过队长的 敦敦和欣欣 期待他们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那秦老师这次实习生要考核的是什么案件呢 这次考核应该说是 到目前为止最难的一个案件了 这是一个二次鉴定的案件 所以对法医的这个思路要求是很高的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来分发一下 我们这次的案件本 美善女月26岁 死者女友前整形医院美丽顾问 美善又美又善 但是往往有这种名字的不一定 那美丽姐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好不到哪儿去 这个倒是很诚实 又美又利 美丽姐 女34岁美丽代老板 美丽代是什么东西 就是找那些想整容又没钱的人 就给你代款装装是做整容的 对 我看我这个介绍是最短的整形医院的学员 就是因为是学员所以叫小圆 小圆男26岁整形医院的学员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本期考核 为爱变形惨案 一男子在整形手术后死亡 初步鉴定 未能确定死因 死者女友曾在该机构工作 坚称男友死于医疗事故 并前往该机构与院长对质 此时院长正在进行销售培训 办整形医院 有几点很重要 挑最好的地段 装修要选意思风格 专家你得请H国的 设备呢 要买知名品牌的吹风机 不超过三千块的都不要用 懂吧 人家管销售叫Sales 我们多整整整整形医院 叫做美丽顾问 排面 知道吧 要有排面 我们要会沟通 要会跟任何人沟通 学生来聊什么 聊校园爱情 跟白领聊什么 聊聊职场骑士 跟妻子聊什么 出轨啊 我们在卖什么 卖产品 错 我们是在卖焦虑 每个人都有自己焦虑的部位 你放大 再放大 放到无限大 一个片前的黑作坊 连职业许可证都没有 还这么多讲究呢 我男朋友都死在你手术台上了 你还有脸在这儿受课 哦 美善啊 这件事情我也很痛心 但是鉴定结果不是都说了吗 死因不明 再说了 医院已经给出了 人道主义赔偿方案了 该做的我都做了 谁都不想有这样的意外 这不是意外 这个叫医疗事故 我今天必须要讨个说法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再抹黑医院的话 我就告你诽谤 抹黑 抹黑是吧 你连员工都不放过 你看说不懂我 就去忽悠小炮 连他那么朴实的人 都被你忽悠得去整容了 还让我来整 结果呢 把我整毁了 把他整死了 你还有点说我抹黑 小炮 你是他的助理 你凭良心说 你们医院有没有责任 你们医院 是还有一些改进空间 但小炮真的是意外摔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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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在地上了 还是院长报的警 要是医疗事故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隐瞒这件事情 不可能是意外 小炮又不是第一次整 所有的流程他都知道 是不是你们手术操作不规范 把他害死了 美善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如果你继续在这里 没有证据 还胡搅蛮缠的话 我就要报警了 要证据是吧 行 来 我给你 美善拿出一段事发时 小胖在手术室的监控视频 十四点 一名医生在给小胖手术的过程中 手术前掉落在地 小胖口腔出血流到地上 医生捡起手术前 为小胖止血后继续手术 十六点四时 医生完成手术后离开 不久医生回来 唤醒小胖 小胖 小胖 小胖一击医生 摇头晃脑 双手万五 你什么 谁啊你 医生变化响起 立即离开 小胖在做出爬行打转 缩到墙角 时而静止不动 又时而手舞足蹈的 异常行为后 四肢僵硬地走出了监控画面 半小时后 画面外传来一声响动 小胖目 对 感谢观看